我給你錢 我給你錢 我說說 你不要拿我手機我給你錢 最近呢台灣開始開放嘛 所以很多人都到歐洲啊 美國、英國來旅行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身的經驗我自己在不久前 也被搶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故事 那天是這樣 就是我那時候剛換新手機 然後我就是從健身房出來 大概晚上八點多八九點多 其實有一點點暗 然後我走在那個路上其實也沒有非常安全 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就帶著有線的耳機 然後我的手機後面是有那個指環扣 我就扣著然後我就在傳訊息 然後就走一走一走 後面呢就是完全沒有任何聲音 任何警惕的聲音 有一個黑人帶著帽提 然後騎著一個腳踏車 一個小屁孩 他就從我的旁邊一笑過 然後就把我手機一把抽走 然後我那時候還戴著口罩 我的口罩就斷了 然後我那個有線耳機也斷了 然後我指環扣也掉了 我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真的整個心臟都是停一拍 然後我就是想到我之前可能看到有人說 就是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你就大叫 然後就是追他大叫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讓吸引旁邊的路人注意 那當下因為其實那個有點像是交流到 蠻少人的 就是那蠻多車 但是蠻少就是行人的 我就很緊張 我就大 就是我就直接追上去 大叫然後希望有別人來幫助 然後我就追上去 但因為我那時候很緊張 我真的所有資訊 在手機的資訊都沒有備份 就照片啊 照片真的是蠻重要 然後還有其他任何東西 完全都沒有備份 然後我就衝衝衝 然後我就大叫 Give my phone back I give you money 那個已經絕望了 就是希望說我能拿到手機就好 因為手機真的是比錢還要更重要太多 所以我就邊跑邊叫 Give my phone back Give you money 然後不知道怎麼那個小屁孩 不知道是新手呢 還是他就是 剛好後面就有一個路人走過來 但是其實很暗 那個路人也就是 也有一點距離 然後他手機就drop了 他就手機就掉了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就趕快衝上去 然後我就撿起來 我撿起來就大叫 Thank you 我真的 我應該是罵他髒話或什麼 我居然說Thank you 就是謝謝他還我手機這樣 但是我當下就是心上是跳非常非常快 然後非常非常緊張 我整個開始爆哭 因為當下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我就 原本要走路回家 大概走了三十二三十分鐘 然後最後就是坐公車 我上公車之後 我就是眼淚停不下來 是狂流 然後我還是拿著手機就是 我都不管別人怎麼看我 就是手一直抖啊 然後一直哭這樣 然後最後到假的時候 其實才跟我的室友 就比較好的朋友溯火 哇 我當下真的是心跳跳很快 然後我就是心有餘肌這樣 然後 還跟就是後來也打電話給我朋友 然後哭這件事 然後就這個影片 就是我就是我朋友就說 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哭 你先把手機拿出來的錄影 這就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就 你知道我就大叫了 你知道我叫什麼嗎 我就說 I gave you money 你 還給你一分手機 還給你一分手機 我還給你一分手機 我還給你一分手機 你不要拿我手機 我給你錢 我給你一分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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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給你一分手機 我還給你一分手機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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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剛好後面有人一面而來 就是 就可能快快快快跟他接近 然後他可能 不知道可能是嚇到一架 他就 他就把我的手機 就是就丟了 就還我這樣 然後我還跟他說 thank you 他不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就一個黑人小屁孩 穿著一個hoodie 我覺得我自己太白癡 還跟他說謝謝 欸 你這樣不會白癡 你搞不好感化了他欸 他以後成為什麼大銀行家 2022年的時候 那是我最後一場 沒事 沒事齁 沒有受傷 沒有 眼淚就是淚流不止 然後一直哭一直哭 是想要 就是真的很慶幸 我非常非常幸運 可以把手機拿回來 因為通常如果你是被偷或被搶 你幾乎完全完全不可能會拿回來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幸運 然後後來就是只要我再去那個健身房 我就經過那個 我都就是不 幾乎都不再走路去 或是走路回來 我都坐公車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這個就是他那邊的場景 因為他是那種跨速路 然後就是真的行人也蠻少的 也不是觀光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 也不是像說倫敦市區 他們就是會 他給那些觀光客 完全不是 他是一個住宅區 沒有很安全的住宅區 第二次我今天是我手機差點被動 因為經過那一次事件之後 我就是一直拿著手機 我都有一個掛繩掛著 就是到處都掛著 然後掛著之後 我手機有時候會放在就是口袋裡面 就是 就是衣服這樣 然後外套再整個這樣蓋住 然後要拿著 就是再把它撈出來看一下 再放回去 就非常安全多 背頭的那次是我們在一個火鍋店 在倫敦的火鍋店 也不是說倫敦市中心就是邊緣 那家墳店就是快樂洋 就是快樂洋的另外一個 不是在市區的墳店 就是 我們就是過年的時候 跟了一些朋友去吃火鍋 然後外面就是等候去有很多很多亞洲人 後來呢 我就是就在觀望說 欸什麼時候輪到我們 就是之類的 就急著很多人 然後我就發現 因為我那時候大衣外套 然後我的口袋很深 就是外衣的口袋很深 我就感覺到有人就是從我的口袋深進去 然後好險我那個口袋很深 再加上其實裡面沒東西 那我就感覺到他的手就是碰到我嘛 所以我就趕快轉過去跟他說 What are you doing 然後呢 他就是一臉就是不在乎 就說嗯 你怎樣就是 完全就是很鎮定 然後也是也覺得嗯 就沒事這樣 一看就知道是那種吉普山 因為這邊還蠻多這種 然後他的包包 就是包包這樣背一個鞋背 然後手 然後跟圍巾 他就是圍巾蓋著他的手 然後手就這樣伸進我的口袋了 那我就想 我就很緊張 就其實自己也很嚇一跳 然後我就趕快跟店員講 店員其實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或是趕他走或什麼之類的 都完全都沒有 然後就看到牆上有貼 就是小心把手 或什麼中文和英文的都有寫 我就想說他們一定不是第一次這樣 Anyway就是這兩次天 還好是沒有被偷任何東西 就蠻幸運 但是就是我身邊有很多很多人都被偷 尤其我的室友就是一個台灣的好朋友 然後他就是被偷過兩次 第一次是在西班牙的公園裡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 在公園就享受陽光 然後突然間就不見了 可能用Apple Watch find my phone 去到那個家 然後也沒有辦法 也沒成功 也沒辦法拿回來 因為就是也沒有什麼任何的證據 或是搜索令 搜索令之類的 就沒有辦法拿 然後第二次他是在 在一個酒吧 就是倫敦的酒吧被偷 然後可能就是放口袋前後 這個是絕對 絕對要記得不要放 然後也有好幾次就是 朋友就說 剛剛我們走在那個路上的時候 就發現有人好像在動他的包包這樣 就非常多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真的 尤其要就是走在路上 我非常非常小心 以上就是我經歷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就是 任何的手機被偷被搶的經驗 可以歡迎跟我分享 這影片見囉 掰掰